12月6日 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印度舉行了 第21屆因俄峰會 以及首次2加2對話 不僅如此 還達成一系列合作協議 包含印度購買60萬支AK203突擊步槍 並授權印度直接生產 同時俄羅斯交付印度5套S-48導彈防禦系統 是2019年印度就與俄羅斯簽署的合同 約54.3億美元 時事評論員秦鵬認為 在中印關係持續加惡的大背景下 兩國國防部長會面 顯然不是賣一些俄羅斯武器給印度那麼簡單 秦鵬分析 2014年中共就向俄羅斯申請購買這種導彈防禦系統 而印度是2018年才申請購買S-48 結果印度反而才得到 這個顯然 中俄所謂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成績遠遠不足 實際上的秀同本質 此外 此次的協議條款還包含 容許印度和俄羅斯軍隊互相使用彼此的基地和後勤支持設施 一位印度高級官員透露 這個協議將容許俄羅斯海軍艦艇在印度沿海港口加油 並在緊急情況下使用印度洋的海軍基地 另一方面 印度海軍也將能夠從俄羅斯海軍艦艇的航行中獲得加油支持 並能夠在俄羅斯遠東地區附近作戰 今年6月底印尼在南中國海最南端的北納土納海的金艙羽區塊做鑽井作業 此舉招致中共的不滿和抗議 聲稱該區是中國領土 俄羅斯國有能源巨頭海外石油公司 剛好擁有金艙羽區塊的一半股權 俄羅斯媒體報導說 這次在金艙羽區塊開作兩口探井寸布由海外石油公司出資 也就是俄羅斯幫助印尼這樣做 秦鵬發現海外石油公司今年接手羅斯石油公司 在越南海上遊戲開採業務 而羅斯石油公司是中國市場俄羅斯石油的主要供應商 在中國有很多業務 但是海外石油公司與中國卻沒有任何業務聯繫 秦鵬懷疑普京主導兩家俄羅斯的石油公司加換股權 一個繼續與中共做生意賣高價石油天然氣給中國 另一個則繼續在南中國海滿星發大財 俄羅斯還加強其他領域與印尼的合作 多年來俄羅斯一直在積極向印尼推銷蘇35戰機和其他武器裝備 12月4日兩國剛舉行為期三日的俄羅斯和東盟的首次聯合海上軍演 看來中共在前門高興地宣布迎接普京參加北京奧運 普京則在後門與中共的對手們在利益上合作 而且還直接針對中共的主權和安全問題 狠狠地補了兩刀 秦鵬表示 難怪普京說 俄羅斯與中國不是盟友關係 俄羅斯一邊與中共扮演軍事演習 東奧會互相支持 另一邊則趁著各種機會蠶食中國的利益 同時也在與相關國家防範著中共